当地时间1月20日接近中午时分 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尔的主持下 贺锦丽宣誓成为美国副总统 贺锦丽打破了障碍 创造了历史 成为担任美国副总统的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美国黑人和第一位南亚裔美国人 贺锦丽的母亲是印度人 父亲是亚买加黑人 贺锦丽身着紫色大衣 在她的丈夫也就是第二先生 道格·艾姆霍夫的注视下进行了宣誓 艾姆霍夫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孩子 也参加了宣誓仪式 宣誓结束后 贺锦丽拥抱了丈夫艾姆霍夫 并向总统拜登积全庆祝 贺锦丽宣誓时使用了两本圣经 一本是已故名权偶像 最高法院大法官色谷德·马歇尔的圣经 贺锦丽说她启发了自己的职业道路 另一本是家族朋友雷吉纳·歇尔顿的圣经 她就像贺锦丽和她妹妹的第二个母亲 那场见证的人士还包括三位前副总统 克林顿、小布什·奥巴马 还有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等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